回到國內 我們繼續來看到 耶誕節到來 臺灣最高的耶誕樹 在南侯縣信義鄉 海拔大約一千公尺高的羅那部落 耶誕節其實是當地布農族人的一大盛世 在昨晚耶誕樹點燈之後 小小的部落湧進好幾千人前往 感受耶誕氣氛 連線記者林軒 趙映光 迷路 江秉仁 耶誕樹 七彩燈光 和耶誕元素 閃耀高雄愛河灣 從流行音樂中心建築的燈光 一路串聯青軌愛河沿岸 及七座橋樑 多變化的連動展演在耶誕夜晚 是高雄給大家最美的耶誕禮物 聖誕快樂 平安 溫馨的音樂聲 人潮隨著牛車遊行 這裡是屏東的萬金聖母聖殿 每到耶誕季節 朝聖參觀的遊客不斷 堂區周圍有巨大的天使燈飾 馬槽雕塑也是打卡熱點 人區和周邊道路都有燈飾和裝置藝術來裝點 散發濃濃的宗教氛圍 多了安靜和祥和的美感 萬金聖母聖殿是全國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今年適逢一百六十週年耶誕點燈 歡樂的音樂搭配鮮豔和活潑的色彩 讓人充分感受到耶誕氣息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